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贸易战看斯乐观的背后是否依旧是暗潮汹涌 看来川习会很可能过完年之后马上就要登场 另外韦瑞内娜两个总统的僵局要如何化解 白宫的安全顾问波顿他的笔记上面露了线 说美国接下来要派兵5000人 这师出有名吗?还是单纯吓唬人的 以及现在的金正恩变乖了 这让日本跟男孩心仇旧恨涌上心头 同盟的关系面临瓦解 东北亚的局势也在快速的转变当中 邀请那三位来宾为大家解盘天下大事 为您介绍包括了民进党地委郭正亮 大家好 美地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 友康兄好 大家好 以及时事评论员李建南 大家好 我们看到今天吴董来到现场 就带给我们最新的美地岛的民调 给大家看最新的数字 我们知道台湾这次2020年的大选 两岸统独议题绝对是选战的一个主轴 所以针对于这一点美地岛又做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民调 到底台湾人对于台湾的现状 要统要读此时此刻 看法出现了什么变化 来看 永远维持现状占了几乎是三成一 就是最大宗 现在维持现状 以后希望能够独立 或者是说希望独立 这两块占了大约两成三 维持现状 以后可能可以谈统一 或者是本来就支持两岸必须要统一的 这个占了百分之大约11左右 所以就这个统独议题上面来讲 似乎变化不是那么的明显那么大 但是现在新的隔壁 苏贞昌上任之后 应该要拼什么那样的政绩 来看下一页 对于这点也做了一个民调 好 我们看到前几项台湾民众最关心的 也就是未来候选人可能必须要注意 台湾民心到底在思想些什么 维持要拼经济跟产业 食品安全 物价稳定 劳工的权益 这占的最大宗看起来都是跟民生议题是有关的 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烟都有关联性 对于像是两岸的关系 外交 国防 相对于民众心里面的优先顺序来讲 是盘在比较后面的 但是有一个东西非常的有趣 我大家特别请教一下吴董事长 包括两岸关系 看到这边 虽然是55%的民众认为是比较在后面 但是泛兰的民众认为两岸关系要搞好的这样的7乘5 泛绿的认为两岸关系要搞好很重要的只有3乘9 但来看国防 国防这一块呢 泛绿民众认为7乘1很重要 但泛兰民众认为4乘1 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应该放在后面 所以显然泛兰的民众认为两岸搞好 国防就不用花那么多钱 相对的泛绿的民众就有焦虑感了 认为没有那么想要跟对岸打交道 但是军事方面先要准备好 这反映是什么来的现场董事长 你怎么看 是啊 永康刚刚刚这个解释 其实是非常的精准 就是在蓝绿的群众 他的态度上 刚好截然不同 相反 也就是泛绿的群众 两岸关系 讲比较夸张一点 说好就不是很重要 不是很重要 但是我们军备先准备好 但是我们要整军备伍比较重要 就是在因此在这个就是从 双方的 这也就让我们的政治领袖 可以各自从他的支持者中间 取得他想要的东西 政治领袖也从支持者的 傾向中也反映出他的态度 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 蔡英文包括一些独派的这些领袖 在最近一段时间的反映 尤其是针对着这个习近平的 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文告 之后的反映都是比较 比较对 采取一个亲美抗中的路线 大概这个路线已经成型了 也是因为这种情况之下 然后我们蔡英文总统 这个 长期低迷的民调 也获得一个相当程度的反弹 提升 这也提升了 也提升的话 也让他在党内 也排除了一些 他可能 挑战者 挑战者的一些的 麻烦 你觉得这个民调给现在 想要竞选大位的人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这个民调在目前来看的话 目前来看的话 当然蔡英文又回过神来了 又恢复到 大概可以确定他会恢复到民进党的 代表的候选人的地位 这点大概没有问题了 所以这个部分大概是确定了 可是对国民党来讲的话 就比较倒霉了 你可以看到国民党从1月份 从1月 从1月2号到现在为止 国民党整个的 支持度也好 包括候选人也好 朱立伦跟这个吴敦毅 都下滑了大概3到4个百分点左右 也就是说 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这个说法 在被这个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习近平 最新的文告中 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修正或新的诠释 换言之讲 民进党当然解释 比较夸张的解释说九二共识 用等于这个等于这个一国两制 这个比较夸张一点 但是整个来讲的话 九二共识后面有一个新的说法 是共谋统一啦 所以九二共识的方向 跟 的定义上来讲的话 又加信了非常强的统一的元素 因此这个对 中国国民党原来 在两岸方面有优势的部分 恐怕伤脑筋了 要开始要 因为可能要找到一个更好的文字的诠释 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这个不是文字的诠释 这个其实就是两岸关系新的定义啦 那两岸关系大家都知道嘛 两岸关系是为了服务中美关系嘛 那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之下 两岸关系不会好成安全 好 针对于蔡英文还有蔡政府的一个 美丽岛同样的一个民调商中 我们来看这国际民调显示出来的数字的背后意义 对于国内整体经历状况的一个评价 正面的涨了2% 负面的下降了1.5% 对于蔡总统个人的信任度 这个点我们来看 特别留意一下 正面评价上升了4.6 来到31.7 负面评价下降了4.3 这相对一来一往的话呢 蔡英文就像刚才 吴董事长所提到的 感觉信任度上面是有些回升 不过郭董事您来来看 因为柯P在日前才讲 虽然说元旦 这个蔡英文跟 这个对岸的习近平 有直接比较高分贝的一个呛下之后 网路的声量是蛮大的 不过回调民调上面来看 是有些提升 但好像没有完全反映到 网路声量那一回事 在民调数字上面 我这两个本来就有很大的落差 因为如果网路声量的话 那柯P应该大胜丁手中才对 这倒也是 结果后来才差3500克 对不对 所以 我觉得这个是 基本绿营的回归啦 就是说基本上有一些独派啦 本来对他有意见嘛 那看到他强硬回应就回归啦 可是 我觉得刚刚那个分析我是同意啦 可是那个是就政治面来讲 就是九州共识被加上 共谋统一的意涵之后 因为国民党纸巾不振嘛 他不想谈政治啦 那当 大陆跟你讲说九州共识后面还是要共谋统一 那国民党就很难回应嘛 可是这个是就政治面来讲 比如说你刚刚那个民调看到说 蓝银的人比较重视两岸关系 他绝对不是重视他的政治关系啦 他是认为政治跟经济是在一起的嘛 所以蓝银的人基本上是认为 两岸的经贸 如果两岸关系没弄好了 那两岸经贸就弄不顺 那台湾的经济也好不了 你看这民调经济是这样理解的啦 你看这个 就是从政治的意识形态上面不断被操作的情况之下 蓝绿在未来解决当中会慢慢就回到基本盘了吗 我觉得是政治上 可是问题就是说 因为你看第1个还是91.3嘛经济嘛 就说你如果经济还是没好 那那个时候蓝的人就会继续讲说你看你看就是因为两岸关系没搞好 他这个联动就会又被联上了 所以就是说民进党他要得分 除非就是说两岸关系虽然是僵局 但经济要好 经济还是不错 但经济要好真的不太容易 那我就可以切开嘛 我就说 我们两岸有僵局啊 可是我们还是要顾主权啊 我经济还是可以搞好 可是你如果经济没搞好 那这两个联动又会被拦的开始把它说在一起 是 那那个时候 我觉得民进党要回应这个问题就会比较困难 好 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经常讨论到对岸对于台湾批评指教 那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解放军的将领 尤其是退役的 会放一些比较狠的话语 但这些狠话 最近看到都是从国台办直接来讲 他说最近这段时间民进党当局领导人忽然变成了 网红 又扮演了花旦去告洋壮 拿台湾民众的利益当作赌注 都是为了一己自私一党自私 以武俱统死路一条 这个是国台办直接讲的 我想请到老大就是说 因为我们看之前 台湾跟对岸这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个紧张气氛 应该是96年的飞弹危机的时候 当时的李登辉他是讲说 共产党打飞弹在台湾 我说什么呢 大家不用怕 那是空包弹 哑巴弹 那这个时候他又告诉台湾民众说 你有飞弹 但不用担心 因为我有18套的剧本来对付 当时大家觉得李登辉 讲对岸的飞弹是哑巴弹 台湾民众相信 因为不管是情资 国际局势来讲 觉得李登辉讲这话 民众会相信 但现在看到蔡英文反抢习近平的时候 很多民众对于蔡总统 他现在讲的话 可能有点虚 主要是因为国际情势变得不一样了 而且台湾对于大陆方面 能够到底掌握的情资的准确度有多高 这今非昔比 首先就是两岸要比的话 当然这个国力来讲 最重要的是军事力量 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1996年 是共产党在军事上面最伤心的时候 为什么最伤心的时候 就是1990年伊拉克进攻科威特 然后1991月7号波斯湾战争 所谓沙漠风暴的时候 然后还设计空中禁飞区 当时中共大陆都吓呆了 因为那个打是一比两百多伤亡 美国伤一个克拉斯两百多 所以这个情况会比过去满清末年 这个列强打中国一样 所以一大事当初的军力 要跟欧美砰的话 可能比那个时候还惨 所以他们就准备要加强军事 可是加强军事他们受了很多打击 第一个来讲 他当时就想到就是要以色列的预警雷达 要做预警机 可是美国耍他 美国让以色列跟中共讲说 我给你答应答应 然后拖了几年 最后强硬不给 因为他让你不研发 让你往后研发 所以中共那个时候就咬牙 后来开始 大家知道中共自己造的 他后来的预警雷达 他不输以色列的费尔康雷达 所以他的空警2000 他在2003年开始首航 所以可以讲现在又经过十几年 所以现在是中共在军事上的信心时期 那个时候是痛心的时期 因为什么也学不到 所以他最后是自己来 完全自己来 那你也看他的整个航空母舰 辽零号 2011完工 2012下水 开始不易 所以这个是跟那些军事上 大家一定要清楚 那个时候是 没有办法比的 他的强 不是 不是20倍这样 所以当时的对染家 可能对待他会虚一点 就是我要讲的 就是情报 情报 当时的情报 第一个 当时这个中共在国际上 他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关系的 没人甩他的 所以他在国际上的 情报网络就不行 另外当时只有台湾的人可以去大陆 96年的时候 勉强老兵可以去 但是大陆是几乎不可能来的 所以在不可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双方的 当方都有一个战斗意识很强 所以那个时候整个在情报上面 台湾的间谍情报人员 是比大陆要高的 但是不要忘了 现在两岸来往以后 据我看过某国一个资料 他的安全人员至少一万次以上来过台湾 所以我现在写个打油诗 就是说老李当年亮底牌 底牌就是卧底的牌 就是间谍嘛 害的底牌都被逮 有的被枪毙 最后一个前两天上个礼拜回来了嘛 最后一个是老底坐穿 所以老底坐穿 就是一点折扣都没有打 叫老底坐穿 为什么老底会坐穿 就是恨嘛 那个时候中共对你 你来搞我这个人他是很恨的 所以他老底说底牌都被逮 不是被杀 他就是就是逮到现在 小英是否有底牌 你我通通都不知道 高不可测 那有没有 但是我可以讲一句话 就是说 他的底牌绝对比不上 李登辉时期的十分之一 李登辉有18套剧本 蔡英文有几套剧本 钱教教委员 你怎么看 我其实主要还是整体军力的上升 因为96年的时候美国说要派出两个航母 那中国那个时候真的是毫无防御的能力嘛 所以据我了解是 美国甚至还跟大陆呛瞎啦 说可以在多少时间内摧毁他的沿海的空军基地 那解放军真的是没有办法 所以后来他把那个当作国此日啦 然后后来经过20年他就发展那个区域巨址的系统嘛 就是 以后航母要开进第一岛链你试试看 所以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大形式改变 就说 如果未来真的出事 因为据我了解96年本来有一个计划是他要打乌丘 那也是美国去阻止 那台湾听说已经有撤渔民的方案 96年的时候 所以当时两岸的对峙对叫板是 台湾底气蛮足的 因为背后有美国 不是台湾底气 是美国底气构 美国底气构 是相对于中国的底气构 现在再校正下去的话你会答应我认为第一岛链内打仗起来美国自己 也是相当保守 第一岛链 而且因为 因为这个是属于他近海的防御 那你不能用美国的总国力来跟中国比 因为这个他的近海的防御 他有各式各样他还有导弹 所以 我是觉得美国会比较谨慎的评估 不一样了现在时光背景不多 2020年他的导弹还有卫星 对峙叫嚣是一回事 但是民众心里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但一开始给大家看的民地党民调 会让现在的政治人物 对于两岸议题在2020大选当中依旧会持续操作的 所以我们要继续来看包括了几位 民进党律营的人士对于 现在不同的讯息发出来 当然这个对蔡英文是好消息嘛 对不对 担心的搞这个玩意 那蔡英文笑死了嘛 对不对 搞深律几毒嘛 搞自宪的话 大概就不太可能有 有规律2020大卫的可能性了 这个完全就跟大卫无缘了 因为不管是中方美方都不可能接受 台湾这种领导人来担任国家领导人 那至于说 中泰跟中泰提出的新的绝育文 我当然他那个应该是 Follow 刚刚前面所谈到的 这个蔡英文的策略 这清美抗中的策略 清美抗中策略 第二个来讲的话 他就希望 在有一个对 美 对中国大陆 有一个比较更稍微 有个表态的一个论述出来了 但是我觉得是他讲的不排除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今年党庆是928 那个时候也是已经 每年党庆是928 在那个时候跟总统选举已经蛮接近了 我不认为他能够提出什么 高明的决议文 因为我们现在最强的最高强度就是台独党 然后台湾决议文也是想很清楚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名字叫中华民国 他才能够 所以我不认为他能对 主权论述 做出任何的 任何的 有 更有心意的东西 甚至于我都认为 更重要的应该是说 蔡英文对维持现状的变动这个部分 要做如何的论述 都是蔡英文很头痛的一个问题 因为 选举有两段 第一段叫做初选 我们民进党虽然没有办初选 但现在等于其实是初选阶段 也就是说 对深绿的这个支持者 或对绿营的支持者 蔡英文要争取很多的 4月就去 4月初是初选 所以现阶段蔡英文最重要的是跟 我们 绿色的支持者争取好感 所以他已经有适度的表达了 他已经对我维持现状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那这个修正来讲的话 是目前已经得到了民调的 反弹 上升 看到了嘛 所以已经确定了这个4月份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到9月份是什么东西 是大选 大选要中间选民 就回到刚刚 郭委员所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中间选民为什么支持你 他不可能因为说你搞台独我支持你 他一定是要两岸和平发展 然后维持现状稳定 然后经济发展 那这个才是蔡英文最 到9月份的挑战 所以党庆他能够提出 这种 让蔡英文 他是要跟蔡英文导弹 他还是要帮助蔡英文选举的 所以我认为 你打一个大问号 我认为 从容他的程度太差 那我就请教一下程度比较好一点 我请教一下郭委员 因为现在的台湾前途决议文 当时就出进你的手 我想问 文字的 对你的文字论述 你觉得 现在这个 前途决议文 还能够有 更好的一番 文字的论述是 可以让台湾人有共识 北京也能够接受 让两岸之间能够走得更好的吗 我们那个是1999年嘛 就是阿扁第一次参选总统 坦白讲这也是阿扁指示的 因为陈宇平就当主席 那他就希望 我们要面对中华民国 不然你怎么选总统 你是选中华民国总统 所以坦白说 决议文通常都跟 当时的竞选 那个主要的那个候选人有关系的 那 陈宇平他想当选 所以他知道这个一定要处理 那蔡英文如果说他想要连任 那你认为激进化会有票吗 当然不可 所以 子佳兄刚刚讲的那个是核心问题嘛 就是你9月的时候 你是要争取什么票 你是要扩大你的范围 民进党最激进的党纲 决议文应该是2007的正常国家决议文 可是那个时候是陈水扁 主导的嘛 那水扁又不能选 那陈水扁那个时候坦白讲是透过游席坤 来主导这样一个激进的决议文 也没有问苏贞昌跟谢阳廷的意思 结果你搞了那个那么激进的决议文 让苏贞昌跟谢阳廷都不知道怎么表态啊 你就困住了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难道今年要 又要搞成2007年那个局面吗 激进的困住了自己 不可能啊 我觉得不可能 不可能啊 因为苏跟现 2007年 都不是现任的党主席 也不是现任总统 小英事实上是党的实质领导人 又是总统 他怎么可能放任这种现象发生 一位是绿营的媒体的大佬 一个是郭文 现在的前途决议文的起扫人 都没有非常看好 我们稍后 我来继续聊 谈开台湾的选举史 想要挑战大位的人 都必须在选之前 到美国去访问一趟 我们看这个表列出来了 接下来呢 从2月份开始 3月4 5月下半年 看台面上的这几位 都要 去美国一趟 包括了朱立伦 柯文哲 吴敦义 韩国瑜 蔡英文跟王金平 都有各种不同的理由 我先请教一下董事长 这些人去美国 都是 为了2020吗 还是当中 有人说可能是 别的假动作 你怎么看 我先回答你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谈一段 前在 一个礼拜之内 这个AIT的处长 这个丽英杰 他这个非常夸张 很张扬的去访问 高雄市政府 去看韩国瑜 这个事情 然后紧接着昨天好像要去看了 树贞昌 这两段 那这个AIT 这个一般在台湾的这个 作风算是比较低调的 毕竟我们跟美国 是非邦交国家 所以这一次 非常夸张的去 拜访韩国瑜 当然蓝营有非常的兴奋 有很多各种说法 可是我个人对这个 丽英杰去看韩国瑜有不同的 想法 我觉得他有三个目的 跟这个有连 跟您的问题有一点 连带关系 第一个目的就是了解韩国瑜这个人 因为韩国瑜这个人 他已经失踪在台湾 他推 美国不熟悉 已经不在权力核心很长一段时间 十几年了 突然间冒出来一个人就缺乏资料 那在这个 外交官来讲 或是驻在国的大使 他要了解这个人 要有一个晋升观察 有些他们要有一个面对面的沟通 这个是一个 最基本的目的 第二个来讲的话 那么夸张的一种拜访方式 我觉得他有一个方式 第一个是他是在提醒 这个 韩国瑜 台湾是美国的五十一周 你不要乱来 你卖水果可以 你去观光客也可以 你不要给我搞得太离谱 就是了 我觉得这是第二个目的 提醒韩国瑜 老金要搞清楚一点 第三个人我认为他有个目的 就是耀武扬威 他就告诉你中共 你搞清楚 高雄还是我 台湾是我的地盘 台湾是美国的地盘 少来这一套 九二共识也是也好 卖水果也好 都在我的范围之内 原来建这个没有这么多目的 他有 我认为 立英杰有这三个目的存在 然后第二 然后在昨天去访问 苏贞昌的时候 苏贞昌那个土包子 跟他提出一个 隔园互访 这个又知道几点 这个 虽然有台湾Travel Act 有台湾旅行法 但是从来 台湾旅行法做出来是虚事实 那是看美国的态度 不是你有你台湾提出隔园互访的东西 不知道是哪一个人 搜索欲 提出来 当场 跟AIT的 李英杰处长提出要求 隔园互访 然后李英杰 No reaction 没有反应 有点糗啊 不是250的一个土包子嘛 不是他能回答 OK 不管怎么讲 但是 这就是美国AIT处理的时候 他平衡 他第一个先去看韩国瑜 然后再来看你苏贞昌 苏贞昌是一个过场 韩国瑜是实际的 恐吓韩国瑜是最重要的 这个宣誓 51周的主权 韩国瑜 所以你看韩国瑜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定中国大陆的访问行程 还没 从来没有听过 为什么不敢 当选下门也没 他很清楚的知道嘛 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不能玩嘛 所以透过了这个中山 中山大学的政治所 我想应该是 某些我们好朋友的教授 帮他去安排一个 Failback 这个费正清中心的一个访问 这个访问意义不是很大啦 因为那个费正清中心本身是做 China study 从来没有在两岸的这个 重大议题里面也不在美国的 国务院或是国防部的代表的系统里面 对总统做interview的动作 这个跟总统大选毫无关系 毫无关系 毫无关系 那当初也是跟 宴京那个赔款 你避免以发联想的话 你韩国你可以 不一定要去这趟行程 因为坦白讲 那个美国有两个城市特别难 一个是波士顿 一个是旧金山 一定是老乔 热情欢迎他去了 他盛情难却 我跟你讲马英九当市长的时候 他接任党主席的时候 他有去过波士顿 也是去哈佛元町 那时候波士顿有2000人欢迎马英九 2000人 所以我觉得他只是巡礼 就是马英九去我大概也去这样 那当然马英九那个政治位就聋很多 因为他党主席 那我不认为韩国瑜这个有政治位 因为 如果有他应该要去建纽约的智库 华府的智库 那 那些智库都是直接跟国务院 跟军方有关系的 那现在来因民众的行政是 拱他出来选的 非常多吧 那没办法 在这个参名上面他也 答应了这样的交约 因为这个很现实 因为 我们现在所看过的所有的民调 只有韩国瑜曾经赢过柯文哲 这是很现实 还没有做啦 听说柯有自己做 他 应该是看了民调之后才会说 韩是蛮厉害的人 反正柯认为他的对手只有韩国瑜 是啊 柯亂讲柯也没有看到真正的民调 我们美丽岛可以二月几桌桌看嘛 我们来 在这个节目我们来宣布一下 我们把韩放进来看看 国民党确实会担心啦 就是 朱 王 吴 都要去 都没有赢过柯啦 那你会不会担心 等一下我们就引述一下沈富雄的看法 不过先请到老大 这一次是美国来邀请韩国瑜 当然有很多的敲戒的朋友 但是美国的学者 确实对于韩国瑜也是算好奇啦 因为之前对于他没有太多的一个文献资料可以所研究 所以这就要请他去访美吗 第一个韩国瑜韩国瑜他能造成寒流旋风 能够在一个最不可能的地方大胜 当然不要讲说那个我想中国大陆美国所有的人都好奇 关心台湾人都会好奇 那么这一就是两岸关系呢 当然他这次能够选上这两岸关系呢 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 很微妙的一个 一个引擎 那然后呢他自己呢 他在两岸关系呢 他就做了他这个比例呢 也是以前学者从来没有的 第一个他说六十年前呢像这个橄榄球 这个六十年前的老奖时代 谈毒的会被抓的 谈筒什么筒那个时候叫光复大陆也是筒 这个光复大陆嘛就是筒 那再来七零年代以后就解禁了 然后老兵探亲了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退出联合国以后 然后中美断交以后呢 我们可以讲很明显呢 这个独败声音开始出来 那有的就这个探亲呢 他谈筒的也变多嘛 但是那个不管怎么样中间最多数嘛 所以他写一个骨头 骨头中间稳住不会乱嘛 但现在变成极端了 统独分类家就变成一个链球 链球这个撑不住的 中间这个链子撑不住这两个会撞击的 那撞击就是内耗嘛 所以他觉得说他认为这个应该 恢复到这个骨头 骨头这个阶段 所以他谈这个 谈这个呢 当然这些学者邀请他也就像刚刚吴董讲的 可能美国有很多目的 但是呢他尽量单纯化学者邀请 说对这三个图很有意思 所以我就觉得说对韩国有写个打游士 光头想要把钱赚 两岸关系不能乱 这是一定的嘛 你两岸乱你怎么赚钱嘛 那怎么会顾客来啊 怎么东西租得去啊 对不对 所以三读巧妙说两岸 美国学者都赞叹 因为美国学者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 所以让他去让他去 应该是下单了 让他去让他去 去讲讲嘛 对不对 我刚刚其实一开始有问一下 吴董事长 当中有没有在做一个假的动作 因为 像是 王金平他等待总统出点之后要去 去不去美国 他会再另做打算 不过要去的话 应该是下半年 不过我们也知道这次 韩国瑜在高雄的选战 王金平出了很多的力 那是不是借力使力 韩国瑜去是要 按住王金平什么事情的 有些联想出现了 你之前在其他节目有提到说 在高雄的政权的转移上面 乔王 王金平有出很大的力 让 陈菊 把这个政权 平和的转移过去 后来你这番谈话 我看这两天在网络上发酵 批评指教的也蛮多的 那你对于这些批评指教 那么一些更多的证据 认为这和平的转移呢 我只看到王金平个人的批评 我说网友啦 网友的批评 网友批评 这个事情 从政治上来看的话 你必须要说 这是对高雄市民最好的一个安排 就是说 这个 你现在想象一个情况 韩国瑜如果能够得到了 陈菊的暗中的支持 而把市府的这个地方政府的 权力的交接跟转移过程 变得很平顺 我们比较一下 当年的科匹搞五大弊案 请问你高雄市民是喜欢科匹这种干法 还是 韩国瑜这种干法 韩国瑜这种干法对高雄市民是最大的福利嘛 但是追求人民 市民的福祉的最好方案嘛 政治冲突降低 然后市政发展向前推进 那这个事情 平常心里讲这个你要佩服韩国瑜 韩国瑜这个人他的背景跟我们很像 都眷村长大的 我之前讲过我们都是眷村的老混混嘛对不对 那这种是周到 韩国瑜很周到的一个人 他这个周到的方式 他可以 他其实还是他主导嘛 这不是王金平的瞧不瞧的问题 韩国瑜没有意愿的话 王金平 十个王金平也没有用啊 后来媒体就引述你的话 把韩国瑜 陈菊 王金平这三人拉在一块 变成了一个高雄邦了 这是好的啊 这个事情如果成功的话是好事 你现在好这我先讲的结果 我们现在讲 政治要看因果关系 过程很多东西太神秘搞不懂 但是现在看谁得到最大利益 高雄市民得到最大利益嘛 没有减少冲突嘛 韩国瑜得到最大利益嘛 没有减少冲突 市政向前推进 这好事对不对 第一点 好过程中 当然 陈菊要支持啊 陈菊不支持还得了 我现在讲的 不要转市政府内部的官员的合作度 是一个问题的公务员还好你还可以支持 但是杨明州放在那边当秘书长 杨明州一个人要批掉80%的公文 20%往上沉第一层去沉 所以杨明州等于掌控了 关系到这个市政的推进的这个好坏的第一线 所以杨明州非常重要的秘书长是第一最重要的 比副市长重要太多这第一个部分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你有没有看到新潮流的议员 没有攻击韩国语员 新潮流的立委没有攻击韩国语员 只有一个神经病叫王定宇在那边胡说八道啊 昨天写个什么白连灯什么骂的都道歉 飞行系的 民进党的新潮流系停火 不过你所谓这个三个人的一些相关系的一些微妙是在选后胜负已定之后才出现 当然是 当然是 和平转移政权 这个 成局和平转移政权给韩国语了 这个已经是现在的态势了这个对韩国语来讲的话 对高雄市来讲或高雄市政府的运作来讲的话 都最好的安排啊 但是这时候当然让我就看到另外一个交易的行程 就变成说 韩国语会支持王金平 来选 国民党的初选这个事情 这也是国民党内部 有很多方面的资讯传到我耳朵里面来 所以那王金平也不用否认 因为王金平如果没有得到韩国语的支持 他凭什么支持 凭什么资格 去参加 2020的总统初选 他又没有魅力啊 什么都没有啊 只有韩国语才有这个力量 帮助王金平有可能在初选里面 是一个咖嘛 否则他连咖都不是 好 所以就你的解读来讲的话 选举的过程王金平出钱出力 让韩国语 上了高雄的市长 所以在国民党内如果真的办了一个初选的话 王金平是需要借力实力使用韩国语的一个力量 不过我要特别来请教的是 绿营的大佬之一 陈富雄他说 韩国语接下来是不得不选总统 他有很多的原因了 那他讲说如果真的韩国语出来选的话 十之八九会当选 我先请教三位来宾 先帮我举个圈材牌 我们先看你们的意见 结果之后我再来请教你们的一个论述 请问2020 陈富雄说韩国语不得不选 你认为韩国语真的会选吗 yes or no 圈或叉 一半一半 虽然韩国语讲了很多次 他现在专心市政 我比较倾向于正量的no 是 我这个yes or no 是no在郭委员 但是yes的话 韩国语聪明的话是no 聪明的话是no 如果被旁边的人 就是整个整个整个弄的这个 做梦的话就是这个 好那我再问 如果他参选的话 当选几率 神父兄说 十之八九会选上 你认为 韩国语如果真的参选 当选的几率有没有超过 五成 我想问一下更精确一点 三位都认为都没有 保证落选 保证落选 原因 民进党最喜欢他来选嘛 这么简单一个道理啊 韩国语 韩国语的能量不足以去选总统 这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嘛 他在一个高雄里面搞到有点利 利有未歹很明确的看到 他是被媒体吹捧的 这个样子嘛 韩国语只有执政高雄一个月 他有正当性选总统嘛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在 拱这个 韩国语人是谁 没有高雄人啊 没有高雄人在拱韩国语啊 所以这表示民进 国民党窝囊嘛 还有一个现象你要注意哦 在政在这个总统大选里面或任何 这个一对一的选举里面 最重要是政党支持度 美丽党民调看到的从 十一月四号去年十一月四号到今天 国民党支持度下滑 董事长其实 你说他是完全没机会 不过 跟你关系 很不错的柯文哲 看起来到目前为止 把他唯一当成对手的也只有他认为 韩国语可能是他的对手 来老大你刚刚要补充 不是我刚刚那个 我那个吴董事长讲那个王金平那个 我是一定要替王金平讲讲话 嗯 第一个你讲那个这个和平转移这句话就 我就不太认同 因为地方政权没有军队 菲律宾的菲律宾的那个那个省是有军队 菲律宾的省是有军队的 所以他是要和平转移的 所以高雄怎么叫和平转移 第二个好我是一个感觉就是说 和平一个讲就是一个讲到这个王 大家都认为他是这个桥 桥王我可以告诉我到现在为止至少有十个 日本的政治家跟我讲 哎你们台湾那个不对 台湾这个桥日本叫什么日本叫打河 就把是打河做的河 就把大家打河 在日本打河是什么 最有 最有声望最有智慧的政治家 才能打河 还是打河 沈福兄说 他 韩国瑜不得不选 最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 现在国民党的四个太阳 都是 日落西山的夕阳 没有一个是日正当中的太阳 他看韩国瑜是一个准太阳 所以 因为没有一个民调可以赢科批的嘛 只有一个韩国瑜 所以他认为 韩国瑜到了最后是不得不选 而且他也认为 蔡英文跟谁配都完全不重要 因为民进党在2020 选战过程当中 一定是被边缘化的 刘伯英怎么看 沈大佬一个 凭自己民进党的一个话 我民进党现在确实 劣势啦 因为你现在是巩固了 基本绿盘的票 那基本绿盘的票我认为现在应该没有超过30 那三个人选30当然不会当选 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拿到中间选民 那就是经济要搞好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 你当网红也没用 这个就是要让人家有感受 那至于韩国瑜我认为 蔡知道他当网红没用吗 还是他旁边的幕僚建议他还是会有用 因为他一直被人家认为离群众太远 所以他是在改变 他要透 改变网路 可是之前也不是没有过他去吃路边摊 什么洗碗 大家已经看了 我认为他的民调上升不是因为网红造成的 是习近平造成的 说实在就是绿营归队 可是贵党一直他身边的幕僚有建议他这样做 不因为 你这样做至少人家不会说你离群众很远 所以 我觉得他是有人说很假 因为苏贞昌很会玩这个 那如果你都不做这个那你很容易被苏贞昌比下去 所以还是要做 苏贞昌他选举的时候这个就非常厉害了 所以我是觉得他只是跟进 可是这个得分有限 我不认为这个会得分 真正得分的还是 你认为是剧烈是但是有被边缘化吗 目前你不能说民进党被边缘化了比如说像姚文字只有17% 蔡英文没有那么惨 他基本上 还是有25到30之间 我觉得柯文哲不可能把他当作姚文字 可是就是说 柯文哲也要担心一件事啦就是大陆会不会再出手 或者中国跟美国会不会在周边出事 那又激起了台湾民众 对台湾的一些未来的担忧 那因为这个柯文哲他现在没有面对啊 那面对的时候 中间选民会不会 摇摆 摇摆啦 这我们不知道啦 我们休息片段回来带你看美洲贸易战的最新状况 来看刘鹤跟川普见了面 不过双方在对话的时候有一丁点鸡同鸭讲 来听听看 刘鹤讲的是说承诺接下来北京方面要对于美国采购500万吨的美国大豆 500万吨 today 他是今天要今天这样做这番承诺嘛对不对 但川普听到是 每一天per day 都要采购这么多 所以川普就 啊 美国 这个罗生门 这个罗生门 不过后来白共的奖是 是要 对啦 就是500万吨 不是每一天啦 就从这时候 跟美国承诺要这样采购 不过我们看媒体分析 这个座位 座位上来讲 好像对于刘鹤来讲 并有那么的尊重 因为把刘鹤呢 跟其他的美国官员是排排坐 好像有点在听川普训话一般 然后让刘鹤要去讲英文 然后也说 不管怎么样 要见到习近平以后 他才会正式的去签 贸易的协议 才会签字 所以总统即将看起来 老大 董事长你看 有没有川普还是摆一个姿态 这川普的姿态摆这个我觉得还算合理 算合理 他总统嘛 对他是地球上的 这是地球上的第一号人物 他愿意见刘鹤 他就在厕所见刘鹤在白宫见刘鹤 我见到刘鹤就应该很高兴 我讲的比较夸张一点 刘鹤而且他这个 这个见刘鹤的消息 他事先就有已经放在新闻上就已经有 有放出消息来了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桥段 他是个run down 那这个桥段的目的人大家也知道嘛 他结果也是他在缓和这个气氛 我觉得他就是为了要 最释放出来一个 这个中美贸易之间会有一个 settle down 有一个协议的可能性 也是要为川习铺路了 对对对 因为过完年就会见面吗 不光是 不光是碰面的协商 而且是可能会有结论的一个 会有一个结论的可能性 好 可是委员这个 他说的结论性必须要见到习近平才签字 当然了 习近平他有带一封信让刘鹤去给川普了 但是里面一些用字浅词 被一些媒体蛮泛大的去看 因为习近平讲说 希望双方都各退一步能够达成一些协议 我们平常一般正常来看觉得这个 还蛮就 工整的嘛 但是有人说这个 因为跟他过去的用词浅词比较起来的话 这是相对于比较 稍微 谦和一点 你怎么看 所以有一些人就直接解读成是中国让步 因为 因为坦白说这个他们见面应该是2月下旬 因为3月1号就Deadline 25%就要抬上来了 那现在事实上 关键点应该是在于川普 贪心的程度 因为中国是表态就是很多要增购 大豆啊 大米啊还有 那个天然气 这都确定了 那只是说结构性的条件 坦白讲敲不拢 你可以看到那个美国列出来的声明有7个 7个方面 很多都是结构性条件 那那个就是美国越便宜接受的问题 中国大概都只能够做一部分 比如说他 最近修的那个叫外资 对外商投资法 那中国就是要让步嘛 他说 以后 禁止 做这个强制转移 技术 那美国就认为这个是假的 那怎么让他变成真的 所以你看他们 那个谈判的过程不是一直强调一个字吗 说要 enforce 要 enforceable enforceable 就是执行方法 就是那个贸易代表那个 莱特希泽啦 事实上从头到尾都在讲说 enforce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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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最后一定是 川普会提出一些 如何落实的方法啦 可是我有看到 美国有让一个小步 因为美国本来是要 单方要求中国 让他进去 让他每年来做review 来看你有沒有 enforce 然后他现在把那个措辞改了 叫双方 嗯 就是说那个 中国也可以来看美国 有没有 enforce 但美国也可以去看中国 这是我也观察到了美方的一个让步了 不过你刚刚提到这个 莱特希泽被认为是美方在贸易谈判 就是 只要是他上场没有谈不成的一个地位 而且是最鹰派的一个代表 不我要打个岔 其实这个事情我反正想要请教这个郭委员 因为我们刚刚 您刚看到的这个是 凶悍的凶巴巴的中国大陆的习近平 碰到川普的时候低声下气嘛 大概外界大概都有这种讲法 那 所以换言之讲 以中国这种 这种国家对美国的时候还是这个 表现出来是比较低声下气的 那我们台湾这种小国 碰到中国的时候 我们 比任何 比美国还要 还要很大倍 所以你知道 所以说 我现在讲说 国际政治的现实 在历史上所有大国跟小国的关系 或是大国跟比较弱势 谈判的时候都有一个 态度上 是比较谦和 或比较低调的 才能够换到比较好的条件 结果我们台湾现在是个小国 相反 相反 勇敢的台湾人 勇敢的台湾人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 川普跟习近平的交道 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台湾人的这些 台独派的这些 爱台湾的这种 冲动人士 可以做个很好的一个示范跟教育 好我们来 其实我们来看美国有做个分析 我刚刚特别提到这个 鹰派的谈判代表人物 这莱特希泽 因为他们说川普 讲了一句话 让负责取主要谈判的这些 强硬派的白宫人员非常的困扰 哪一句话呢 就是川普不安耐地强调 他要见到 亲自见到习近平以后 才会签这个deal 美国媒体分析 这个句话的背后代表的意义 就是说川普 很想要能够短时间之内 在228之前能够达成协议 等于是间接地送给北京一个大链 因为他这么想要见习近平 代表说见到之后 一定要缴出个成绩单 所以这个deal 一定是会达成的 所以等于是间接 把川普的底牌限量出来了 老大怎么看这个 川普一声说他最重要的两本书 第一本是圣经 那是讲的 第二个就是他自己1987年 写的那一本 叫做Art of Duel 就是交易的艺术 在交易的艺术这里面 他是讲为了达到目的 欺骗 恐吓 耍狠 或者装闹 惨媚 阴险 狡诈 都是要用 但是为了达到目的 所以从这来讲川普的目的 川普的目的就是跟大陆签订协定 然后签订协定 然后这个会给美国争取到最大的利益 也是自己最大的一个政绩 所以他一定会想办法往这个目的上来 往不离走 另外川普这个人是 风头要自己出 风光要自己出 而且我也不知道 人家是我也是听他美国人讲说 川普常常讲一句话 就说 这个任何这个交易 完成以后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所以他也要让大陆风光 也要让自己风光 那很简单 大陆 二月底弄完 三月 两会 在大陆两会 还有大陆现在有个危机 就是跟美国谈不谈得成 是很多大陆工厂 决定 春节 这个年假完了 要不要再开工 要去哪边上班 所以这边到时候可能会造成失业潮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来讲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 可以说 他是给北京的大礼 但是北京回他 可能也是给他一个大礼 因为很大的一个采购 这个就是在讲 合乎他交易的艺术来讲 就是一个 到最后目的 达到 是合乎大家一个 完整的交易 但是他不会说 吃这一口他就饱了 在这个交易后面 还会留一些尾巴 他以后可以继续去耍 好那我先问 二二八大线之前 川普跟习近平见到面 然后达成他们口头上的 协议的话 几率高不高 帮我比个yes or no 三位认为 都是能够有机会的 谢谢 那我再问一下 因为这时间点外界还在观察的是 两个人要见面 互相争取一些筹码 包括了金正恩跟孟晚舟 都是双方彼此接近的一个牌 在贸易谈判前夕 刘鹤见川普之前 每两天 在美国的司法国就正式的起诉了孟晚舟 而且提出引渡 这是一码归一码 还是要增加筹码 董事长你怎么看 当然增加筹码 增加筹码 当然增加筹码 这个事情 我记得在这个 我在你这个节目里面 大概一个月前 当时我就大胆的假 预判 预测 预测说 他美国一定会引渡 这个孟晚舟 因为当时有很多想法 最重要的就是说 美国联邦政府 shut down 所以可能这个动作会停止 那就事实上他还是 预测准确 就是我当时预估就是说孟晚舟的事件 并不是一个单纯司法事件 他是一个有用战略的眼光来看的话 是跟中美贸易谈判 跟中美的整个冲突 跟霸权冲突之间是挂钩的 而这一次更明确的看到说 你有看到说美国要 要一个司法案件 要搞到什么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区 一排一次排开十几个部长 开几个会 太离谱了 历史上我看没有 没有第二例 这一例 这根本就叫做虚声恫吓 而且起初到23个罪名 23个罪名也是很离谱的罪名 你看都是重复的罪名 而且他本来只有一个 当时在 第一个他逮捕令 从纽约的这个检察官 发给这个 这个加拿大的这个 这个司法单位的 只是一个诈欺罪 一个银行诈欺罪 银行诈欺罪根本是个轻罪 是可以罚款就可以解决的一个罪名 要搞出23个罪名出来 那根本是很夸大一件事情 董事长你说这个孟晚舟是川普的一个筹码 那外界关注 除了孟晚舟之外 下一个 任正非 是否会成为美国另外一个筹码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起诉书 有四大重点 当中包括了 包括了华为的创办人 任正非对FBI 说谎 包括了 奖励窃取商业机密的员工 包括了华为美国员工承受了窃密的压力 还有美国调查里面取得的孟晚舟电子设备讯息等等 当中我要特别请教下委员因为 这个是起诉说里面特别写到 说任正非对于美国司法单位 尤其对于FBI 调查的时候说了谎 针对于这一点 媒体就说 那下一步 美国 的动作会不会就是要逮捕任正非 或者是对他提出其他的相关 那就任正非不要去五眼联盟的国家 就不会被半路拦截 不当然是这样啊 他自己要小心啊 我是觉得美国对中国有三大战 另外两个战是让 组合权 我们紫家兄说是 就是组合权啊另外科技战是不会停止的 另外一个是地缘政治的 军事 的竞争 这两个是永远都不会停止的 那贸易战相对来讲是最容易处理的 那贸易战为什么要优先处理 因为会影响到股市大盘 你想一想华尔街已经跌两成了 是 这定义已经进入熊市了 然后 最近有一个调查 美国 年所得 低于3万美金的 有6成 这些人要在窝马买东西啊 所以你如果加关税东西都变贵了 那这些人生活变不好 一定怪罪川普啊 那你觉得这火会炎烧到任正非 当然会啊 真正会不会被他逮到了 就五眼联盟不要去就好 好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点就是台湾方面呢 对于华为当然也是站在美国这边选边站 我们刚刚之前说过包括的行政院工研院 制作会都已经进行防堵了 相关的员工不能够带华为的通讯设备 去上班 那 AIT的前处长就点名 台美接下来军事合作可能 可能会破局 主要就是因为 华为的关系让机密外泄给中国大陆 这一点 老大你怎么看 所有美国的官员呢 什么讲话 我们最好都分一下 是钱还是线 如果是钱的都不必了 这些社裁官员他都是有他其他的一个目的 这些社裁官员到最后都是进到美国一些智库去做服务 对对对 这个不是 他们的 代理商 整个就是讲说 美国 我想这个 我想这个华为这个事件 我们很清楚 这个 加拿大驻中国那个大使 那个那种 有精益的人 经验人会讲那句话 他不是白痴吗 所以大家都很清楚 他不是个法律事件 他是个政治事件 他是个战略布局 是个战略的一个策略吗 所以这个就是讲你讲那个你讲的FBI讲说 讲认证对他也是必须要的 对不对 他就说 他就讲说这个任正非啊 在FBI 这个有所那个 说谎 不要讲听说谎有两种 一个是积极性的说谎 一个是消极性不讲 全世界的法治国家都有一个被告不知证己罪 被告不知证己罪的 有些事情不讲是很正常 但是我们读法律都很清楚 我可以划个圈把你困死 我可以划条线让你逃之夭夭 所以这个官司玩到政治就是这样 我可以划个圈 还是我划条线 那这个就是 看后面要那个 所以在这个时候 当然他们也希望打台湾牌 不管在任何方面都希望台湾 是靠美国这边嘛 但是我们台湾自己要很小心 就刚刚吴董是讲的 中国这么大一个 强国 他习近平这个 该忍该低头还在这边 为人能忍即英雄 所以我就在这个情形 我们就说这些 杰克打游士警告一下 每一段都有来 每要维持霸主位嘛 压制中国整华为嘛 不要忘了台湾处境最难为 台湾比华为还难为 难道就靠辣台妹 刚董事长讲的靠勇敢的台湾人 他现在辣台妹就靠这种风筋 你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吗 不要到最后 他们没事了 台湾 台湾两面不适人惹了一身心 其实我这里要补充一下 回应一下吴董 知道美国在亚洲最大的盟国 日本 菲律宾 新加坡 他对中国有这样的 韩国没有那么明显 日本啊 菲律宾跟新加坡嘛 这是最明显的啦 你看他对中国的态度 尤其是日本是最明显 安倍 安倍今年有太多事情需要跟中国合作 求见习近平 因为他今年那个我记得他天皇要 他希望能够有高层去访问日本 所以 坦白讲喔就是 你看日本菲律宾跟新加坡 都是那样在玩两手的时候 你一头冲 一头冲真的对台湾比较有利吗 好 这是委员的一个见解了 我们休息一会回来带你看 美国真的要出兵吗 有什么理由去打别人国家 回来聊 来关系一下南美洲的委任联拉 现在两个总统的僵局如何解决 被媒体拍到一张照片 美国的安全顾问波顿 他的笔记者上面露了线 看到没有这张照片 他还特别把这笔记本 反过来这地方 媒体就刚刚好这么巧 拍到了 上面写5000个troops 去Colombia 要派5000名的美军到哥伦比亚 那船到哥伦比亚之后呢 接下来就可能要去 执行任务到委任联拉去 这样子拿笔记本出来 我先请到三位来宾 波顿 他的笔记本 是不小心 还是故意 要卸给媒体看 你认为是故意的吗 yes or no 三位认为 都是故意的 是故意要给媒体拍的 搞不好媒体拍不清楚 他们还会发公关照片 那我请教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川普他其实要去 他在去年八月份 就已经问过他的安全顾问 当时不是波顿 当时是Tilerson 他当时就问 委任联拉的总统这个马杜洛 我们想要把他拉下来 我们难道不能够出兵 直接去打吗 去年就问过了 那我现在请教现在 看到这样的笔记 你认为 接下来美国 是否真的会出兵 叶总统 所以 三位都认为是故意给媒体看 说美国要出兵 但是美国都不会出兵 三位都是这样子 我请教一下董事长 川普之前就讲了 我们美国从此就不要再当世界警察 要从中东撤军 不要花那么多钱 那现在又说 要去出兵打委内拉 但是又不是真的要出兵 他这到底是要怎样 第一个这个 委内拉有两个最大的债权国 一个是俄罗斯 一个是中国 在投资跟后续的 这个契约上面还一大堆事情没有完成 目前光是这个 中国国开行 中国国家发展银行 的债权部分就将近200亿美金 目前现在账上 全部总投资 我记得是五六百亿 还有俄罗斯在里面 这种情况之下 你怎么可以打 你开玩笑 你不把俄罗斯 跟这个 老跟这个中国的这个 这个欠债跟他们的资产 先保护好 你把你打仗 开什么玩笑 对不对 你要这边敢打仗 俄罗斯一定搞你 普丁根本不吭声 就一口就咬你一口 所以这很 摆明的是唬人的 这唬人的事情 到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他的外交的 外交战然后已经展开了全面性的联盟 包括欧盟 陆续全面表态 确实是对这个 现任的总统 这个叫什么 马杜洛 马杜洛 是表示了反对 马杜洛表示反对 可是马杜洛在国内来讲的话 得到军方绝对的支持 所以 他这个时候呢 老美国人敢动手 真正要施压力 能够有奏效的时间点 一定是等到 军方改变态度嘛 军方不改变态度的话 动都不敢动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所以债权是不可能变成呆账 简单一点啦 那债权一定要重组 所以这整个来讲的话是绑在一起的一个包裹 这个包裹一定要把全面性的安排好才有可能 美国两个总统僵局持续 就看军方的态度会不会出现转变 让美国有没有使力的机会 老大你来看这件事情 因为去年8月 川普就问当时的Tielsen国务卿说 为什么不派兵打呢 现在 因为当时那个Tielsen回答讲说 你现在美国出兵 这些拉丁美洲国家会失去对我们美国的信任 所以当时好几个幕僚就把川普给hold住了 现在碰到这个又是非常 好逞窮逗狠的这个 银派的波顿 你认为他们hold住川普吗 还是一臂子出气 首先第一个美国必须清楚 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在这五六年以来 就是中国的经济力量 还有俄罗斯也没有在那边寂寞过 俄罗斯对古巴的那种购义气 是很合乎拉丁民族的个性的 所以你这个时候 这个美国对委内瑞拉呢 讲些实在话不要说打仗了 你对他的这个经济制裁 你不制裁不行 你太狠了也不行 你也会造成你自己也很难吞下这个 你不要还有一个全世界的大国都有一个毛病 战略欺骗战术突袭 所以他给你露出来这就是欺骗 战略就是不会打 真正会打不会那个笔记 这些人下面的那个秘书是干嘛的 你不要讲一个少将 下面的士同官都要干什么 掉丁有没有什么机密掉在桌上 或者露出给人家看到了 怎么会演成这个样子呢 所以这个他是不会给他打 但是这是双方较劲 看最后是一个妥协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拉丁美洲 他的这个内乱 跟非洲是不一样的 非洲那个一叛变是把对方是绝对杀光 说不定人肉都吃掉 但是这个拉丁美洲啊 最后都是讲好一个默契 你攻进来我就逃到国外去 所以他现在是双方在尖 就到底要不要让 那怎样一定要把这个东西都弹好 所以最后可能也是一个和平闹剧收场 和平闹剧收场 我补充两件事 因为昨天也传出另外一个消息 就俄罗斯要派雇佣兵进去 我就补充这点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马杜洛 我相信他自己掌握的情资啊 一开始他本来说愿意跟川普见面 也愿意对话 虽然说可能性直接接到面的几率不大 但是过两天就是刚刚委员特别提到 好像他自己接到一些情资哦 说川普已经下了命令要杀我 而且不是直接出美军啊 他是雇哥伦比亚的黑帮 去执行暗杀任务 这真的有可能性吗 当然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那个CIA本来就搞这种事 不过听说俄罗斯也要派雇佣兵去 我那时候要保护马杜洛啦 哦 那 这新闻也出来了啦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委员特别拉现在政府没有钱嘛 那也传出另外一个消息 就说马杜洛要把他的黄金 除备的五分之一啊 29吨 要卖给阿联酋啊 就UAE啊 UAE 那 听说UAE愿意买了 那美国非常生气 那 所以现在就是 我觉得现在都在造势啦 比如说看你股市会不会崩跌啊 那人民会不会活不下去啊上街头啊 那军方 盖伊达也在那边 吹牛啦 说他已经在跟军方接触了 他的对手啊 所以就是在比这个外面的力量嘛 内部的力量嘛 你评估还会僵多久 我觉得会僵一阵子 这一段时间 因为坦白就宪法论宪法 美国没有理由出兵啊 而且美国没有出地面部队已经很久了 你看他对叙利亚也不敢出地面部队啊 你到 南美洲你会出地面部队我难以想象 这个影响太大了 就是比双方的校正 现在美国要求各国选边站 我们有个图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在当然加拿大 美国巴西都站在同一个阵线 那另外 支持现任的总统 马杜洛的国家 包括了中国 俄罗斯 土耳其 伊朗 就是这一个阵营的 如果人家想说 这个东西没有处理好的话 会不会引发变成 一个全球分边站的一个危机 然后这个局势会如何的演变下去 老大你的观察是 我觉得这个都是在互方那个 不会搞那个 因为真的很简单 因为塔尔斯来讲 美国就要耍老大嘛 拉美更是得听话 你别的国家 尤其那你美洲 你要比别的国家更听话嘛 然后美国总统不听话 动产出兵 逼你垮 就冻结你的财产 讲说要出兵嘛 不管是出的是这个正规兵 还是黑手党 就是要逼你垮嘛 就是要你垮下来 垮下来他好那个嘛 但是这个人 我为什么要平白就给你垮掉呢 还有我刚刚讲过就是 中共跟俄罗斯这五六年来 在这个拉丁美洲 它的影响力是升高很快的 所以他这个他都要考虑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 不会造成全球性的危机的 不会 全球性的危机还是 还是这个 那也原来那几个地带了 中东了 这个台海啊 还有这个这个 这个南海啊 还有这个这些地方 我想 我再补充一下 这个马杜洛 对他那个对手啊 现在因为他掌权嘛 他限制出境 而且冻结他的财产 看你能够撑多久 hold住对方 对对对 hold住对方 刚刚董事长你特别提到了北京 基本上是因为是 美国的一个最大的债权国家 那你觉得北京在接下来 因为这十几年互相的拉扯 包括了中美之间也在做贸易谈判 那当然这个美国对于 中方的势力进入拉丁美洲 也一直有所这个忌讳 你觉得这会在他们接下来 谈判当中扮演任何一个 谈判作伤的一个角色吗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 这个事件里面 中国比较倾向于是属于 所谓的这种债权啊 跟经济方面的一些因素 那如果真的要动手 或是使力的话 我倒认为说俄罗斯的机会比较大 我认为他 那这个的变数是在普京 各有强项 各有强项 普京他也是在全国啊 你开玩笑 你把我惹毛了 他就动手打了 不过这个 普京是真的会动手的 因为我们对于很多拉丁美洲国家 很多一些印象 来自于好莱坞一些电影 这个是黑帮啊 不管是独销啦 或是两位刚刚有特别提到 互相的保镖的较劲 或情报站 接下来在南美洲 应该是相当的精在好 我们持续来关注这个话题 等下回来带您看的是 东北亚的局势 从2019年开始 金正恩不再作乱之后 出现了非常快速的 回来聊 来看在东北亚最坚强的美日韩同盟 军事同盟关系面临瓦解的状况 其实从金正恩不再设导弹之后 日本跟韩国长期来的矛盾 陆陆续续扶上台面 2018包括了这个韩国的法院 判了日本必须要赔偿二战时间 强制南韩的劳工 未安妇的问题 还有独岛的问题 到了今年2019年 更加的激烈 包括了日本 考虑要取消出云号 停靠南韩港口的计划 而且最近这段时间 南韩还指控日本的巡逻机 低飞恐吓南韩的军舰 日方方面否认并且要求道歉 看起来过往的一个强的军事同盟 在现在就是因为金正恩 出现了一个变化之后 好像在面临瓦解当中了吗 老大 首先就是对于日本韩国整个情形 我有一个打优势来形容 日韩情仇千多年 大家知道公元622年 这个白江口 日本叫白川江 白江口之战 那个时候就双方是 所以一千多年 他们是恩怨情仇的 所以日韩情仇千多年 随时可以撕破脸 眼看川金抛媚眼 看这个川普跟金正恩 两个抛媚眼 日本哑巴吃黄脸 那日本以闷气在心上 闷气在心上 他又不能那个 所以对这个韩国 我想所有的媒体 都是做你那张图表 可是可能都忽略了一点 就是今年10月11号 在前面再三个礼拜 10月11号 韩国冀州岛国际关键室 就是国际所有的军舰 等于是一个量阵 在这个关键室的时候 他就比如说 9月29号 韩国内部就出现来 说不喜欢 所有来的国家都是挂日本 日本应该挂国旗嘛 怎么是挂旭日旗 就是那个他不是一个原动 他是好多那个 有这个 然后10月6号 韩国就说 不许挂这个旗的进来 后来日本反正你不喜欢挂掉 我就退出 可能退出日本 想说退出就表示我们退缩了 所以呢 他就还是呢 在11号呢 他就是 还是要进去 旭日旗他要参加 因为这是国际性的嘛 他要去参加 他就坚持有那边去 坚持参加呢 结果呢 坚持参加就发现了 韩国的军舰呢 韩国旗旁边出现了一个帅气 那是抗日旗 那是在二战 就是韩国沦陷的时候 他们抗日的一个旗帜 所以真正的爆发是那个时候 从那个时候 到这开始接连的整个日进 所以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他就必须 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 韩国跟日本是一直不对盘 最重要的原因 不是韩国日本的问题 是美国的问题 美国管不住两方面 因为美国管不住两方面 然后又要跟这个金正恩去那个 那整个这个局势 整个这个军衡会破坏 所以为什么安倍现在 要紧着拉扎中国大陆 对不对 因为这个想想跟根据几千年历史 这个中国人还是比较讲信用的 其实老大刚提出他这个旗帜 当时的一个争议 如果你时间点再往前推的话 是那个时候 川普第一次到亚洲行的时候 连光吃个瞎子都 从来自于独岛的瞎子 都已经吵了半天了 那国际上面的一个瞎子 我们我请教教委员 你来看日韩的关系 刚老大讲 情仇千多年啊 随时可以撕破脸 之前 维持颜面是因为 有共同的敌人 对共同的金正恩 那你观察他们真的是同盟关系 在面临信心 危机瓦解当中吗 北京怎么看 北京开心 美国头痛吗 我不认为日韩有同盟啦 是美国在背后 对啦 是美韩同盟美日同盟啦 那事实上是日本的角色尴尬啦 因为川金会你就跳过我嘛 然后文在寅也是一头热嘛 那他们都很热心啊 包括中国大陆 那只有日本没有角色啊 所以安倍有点生气嘛 就说哎 我对你那么好 你把我跳开 然后冒一仗还要对我 所以他就跑去跟 中国大陆 两边就交好嘛 那给美国颜色看嘛 你这样搞我我也可以搞你 有点这个味道啦 那倒至于日韩本来就不对气啦 因为未安妇的事情 到现在都还没有处理完 嗯 这更何况 刚刚老大讲那些 接着到军事上的象征符号 那更没完没了了 而且后来你看传出那种 互相什么你低飞啊 他否认啊 你锁定我我也否认啊 我认为都有啦 就是不爽嘛 不爽我们来看一个日本的民调 日本不只是安倍 刚才像老大所讲的是 哑巴吃黄链 日本的民众 也很生气 其实民众之间的情绪 看他们这个观光人士 互访人数也会不会有些影响 因为现在南韩的军队驱逐舰 使用这个 雷射锁定了日本自卫队的巡逻机之后 日本政府应该如何来应对 我们来看选项 百分之六十二的日本人说应该要更强硬 百分之七认为要听下韩方的主张 百分之二十四认为静观其变 所以显然日本人希望 接下来对于南韩要更加的强硬起来 董事长你来看如果日韩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下去 东北亚的局势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 日韩的关系刚刚就是老大讲的那个是一个 那个历史上的恩怨情仇 那这是历史因素 历史因素不是哪一届的政府可以把它改变的 那就好像说两岸关系一样 我们有这个国共时代的这种 这种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 现在有新的地缘政治的问题 所以那新的地缘政治的关系 有很多现实你要面对 那现实面对 所以日本最痛苦的事情就是 中国大陆的崛起嘛 因为中国大陆崛起之后 整个在这个 整个战略的位置有做了很大的调整 日本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刚刚郭委员提到 对嘛 就是说包括人在解决这个 朝鲜半岛的争议的时候 日本整个被边缘化 那边缘化的情况是加在很危险的 这个国家安全会有极大的危险 因为如果今天 今天朝鲜的危机 就是半岛无核化这个事情达成了 那他整个的军备的理由 包括他现在要去建军的 修所谓的修国防 所谓的和平宪法 这所有的一些的国安的基础的那个 都开始有开始变动了 那日本不习惯一件事情 因为实际上 在日美联盟是亚洲的第一老大嘛 对不对 但美国不在的时候 过去在中国的经济崛起之前 亚洲的第一大国 其实真正的 有力量的国家是日本嘛 不管从经济 包括从军力 各方面来看 科技等等的影响力 他现在 已经逐线的开始 变成慢慢慢慢示威下去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才是他长期要 日本本身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他要适应 他现在已经不是从一个重要的国 非常重要的国家 变成一个次重要的国家的 这个是一个心态 当你从老二爬到老大的位置的话 一切过程蛮爽的 当你从老大要慢慢退居幕后的时候 调试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我们来看新的 我再补充一个政治动机了 因为真的要求和平宪法 一定要朝前半导紧张 不然你有什么理由呢 你为什么要求和平宪法 你智慧就要能够 台湾周边有事 就是一定要周边有事嘛 要么朝前半导 要么台海有事嘛 智慧对军对话 也没有任何借口跟理由 对啊 所以他当然希望谈判失败 老大刚刚特别提到了一个 川金互相抛媚眼的部分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川金会 基本上应该就在二月底了 这二月底 川普很忙 要见金真 要跟习近平见面 那川金会二会有谱 那据传是因为 差不多他们的协议也已经谈好了 包括了北韩 2020之前要完全无核化 那美国也会接下来 放宽对于北韩的石油 禁运的一些制裁令 罗云你来看 这一次如果川金二会真的 登场的话 这些应该都一期 必须要交出一个时间表了吧 因为你第一次会谈就说 细节再谈 第二次的话 应该要给更多明确的日期 我认为这个难度比中美贸易战还要难 还要难 还要难 因为核武是北韩的保命服嘛 你保命的筹码怎么可以立刻没有 还在美国没有承认你之前 就说他全方位跟你建交了 你如果只是因为我可以进口石油 那石油我跟别的国家买就好了 经济禁运 解禁 这也只是战术性的理由了 他要的是根本性 根本性就是你要解除 跟我政治敌对关系嘛 跟我全面交往嘛 川普可以走到这一步 那你觉得二会跟一会 能够差别差到多少呢 我认为差别不会很大 不会很大 其实我对中美贸易战 比这个乐观多了啦 是啊 因为这个是小国的筹码问题 他如果比如说我举例 因为美国就是要 到现场去查看嘛 他要确定你会合嘛 那我怎么可以让你进来 我让你进来我就被你看到了 然后你就开始监督啦 那我的筹码是什么 我接下来还有什么筹码 可以跟美国要这样 如果用筹码的角度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刚刚之前聊到华为嘛 华为刚刚三位来宾都解读说 孟晚舟应该就是川普 跟中国大陆在谈贸易战的一个筹码 金正恩 会不会也变成北京一张牌 这我们直接讨论过 但二月底 因为接连川普要见习近平跟金正恩 你觉得这当中微妙的关系 你来做一个国际观察的话 你觉得有什么特别要留意的亮点 我认为金正恩就是 他没有得到终极安全的保障之前 他不会轻易答应 那北京当然也支持他这个立场嘛 因为我记得小胖事实上在去年去了大陆好几次 那事实上大陆也带他发言过讲过这个嘛 就他的政权安全的保障 那美国能给什么承诺 我认为川普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给啊 他都在讲经济嘛 他不是讲政治嘛 也不是讲军事嘛 那政权安全的保障一定是政治跟军事面的嘛 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任何人提出条件 都是经济解禁啦 或者说我可以跟你做生意啊 都是这一类的 这一类我认为不构成 他能够跟美国达成最终协议的一个动机啦 好 就是免死金牌就是他的核武 不可能会放手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最新拍的卫星空拍照 揭露的是 其实北韩还有19个这个飞兰基地 秘密飞兰基地